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绑架 腐败 死亡 英国小报的狂野诞生 这本书揭露了英国小报新闻的发展历史 从1901年开始 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的《每日邮报》 和美国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的《世界报》 如何通过将新闻压缩为简短文章 吸引读者眼球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极端事件 例如W.T.斯蒂德的绑架丑闻 以及特里 科比对19 20世纪小报新闻的生动描写 书中还探讨了媒体在推动和掩盖腐败中的角色 并提到了现代的莱维森调查 这本书不仅揭示了小报新闻的阴暗面 还挑战了我们对媒体的看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绑架 腐败 死亡 英国小报的狂野诞生 1901年1月1日 小报时代的黎明 1901年的第一天 被严谨的年代学家认为是20世纪的开端 也标志着英国小报时代的黎明 当时 年仅30多岁的阿尔弗雷德 哈姆斯沃斯已经在报业界展露头角 这位充满远见的年轻人 于1896年创办了《每日邮报》 并在新世纪一史 受到了美国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的邀请 担任《世界报》的客座编辑 哈姆斯沃斯的报业梦想并不是随意而为 他早在1889年开始出版 答复读者 周刊 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独特的新闻观 这份周刊关注《疯子如何写作》 《潜水员如何穿衣》 和《一年只有87天》等奇怪 但吸引人的话题深受读者喜爱 而他的另一成功之作《漫画简报》 则以有趣而不低俗的口号 吸引了大批读者 哈姆斯沃斯的《未来报纸》理念在于 将大报对者使其便于攜带和阅读 并要求记者提交不超过250字的文章 这种压缩新闻的手法 让报纸内容更加紧凑有趣 这种小报格式和吸引人的内容概念 逐渐获得了认可 成为了日后报业的风向标 丑闻与轰动 W.T.斯蒂德的疯狂行动 特里 科比在其著作《新闻贩子》中 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小报新闻历史 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他描绘了那些时代的新闻人 他们的行为充满戏剧性 甚至可以说是怪诞 科比特别提到的W.T.斯蒂德 无疑是这些新闻人中的佼佼者 斯蒂德在1883年至1889年担任 帕尔玛尔公报 编辑 因一篇16岁女孩愿意卖掉 自己真操的采访而被监禁 然而 这只是冰山一角 1885年 斯蒂德为了将法定同意年龄 从13岁提高到16岁 从一个13岁的女孩伊丽莎 阿姆斯特朗手中买下她 并将她送到法国 伊丽莎的母亲发现女儿失踪后报案 警方在11周后找回了她 斯蒂德因此被捕 他的审判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 每日电讯报 用了超过10万字来报道这一案件 斯蒂德在监狱中度过了三个月 他后来回忆道 我问自己 谁是活着的最重要的人 我只能找到一个答案 这个牢房里的囚犯 每年在她被监禁的纪念日 斯蒂德都会穿上她的囚服 她甚至在泰坦尼克号上 以戏剧性的方式去世 白教堂谋杀案和插图警察新闻 我再次带大家回到19世纪末期 当时的小报掀起了一股丑闻和轰动的浪潮 从1864年开始 插图警察新闻 逐渐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廉价小说 成为大众心中的心宠 而1888年的白教堂谋杀案 无疑是这股浪潮的巅峰 插图警察新闻 在其头版以一系列雕刻场景 报道了这起震惊全国的案子 其中包括受害者安妮 查普曼生前和死后的面貌 这些报道让人们嘖嘖称奇 但也引发了对新闻伦理的深思 狄更斯在 我们共同的朋友 终提到这类报纸时 让贝蒂、西格登夫人说 我真的很喜欢报纸 你可能不会想到 但斯洛比 孤儿男孩 是一个美妙的报纸朗读者 他用不同的声音读警察新闻 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 大众对这类报纸的痴迷 媒体的操弄与腐败 在《新闻贩子》的最后部分 特里 科比转向了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 媒体的操弄与腐败 他引用了压力团体 被黑客攻击的创始人 布莱恩·卡斯卡特的观点 为什么英国会陷入混乱 我们的问题在于媒体 他促进并掩盖了腐败 卡斯卡特认为 需要全国人民的巨大勇气 来追究媒体的责任 莱维森调查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科比提到 法官得到了包括民权组织 自由的主任沙米·查克拉巴蒂 在内的一些顾问的协助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查克拉巴蒂夫人 在2016年8月被杰里米·科尔滨 提名为上议院议员后 进行了一次关于 工党内种族主义的调查 并得出结论认为 工党并未被反犹太主义所淹没 实际上 从议员费用丑闻 到实际问题如撤销电话线 这些腐败行为 都是由媒体揭露的 然而 科比心中的风向标是一个大写的副标题 尽管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要求隐私 小报仍然广泛报道他们 这让人不禁思考 媒体在报道这些明星隐私与重大丑闻时 是否真的履行了他们的社会责任 媒体自由与责任 特里 科比的观点无疑引发了 关于媒体自由与责任的思考 仅仅12年前 科比还在 标准报 上写着无可指责的段落 描述被绑架的报纸继承人帕蒂 赫斯特的超模女儿成为内衣品牌Miler的新面孔 从那时起 他成为了金匠学院的新闻学高级讲师 现在 他似乎忘记了在不压迫的法治下 写任何合法内容的自由的重要性 然而 媒体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隐私或制造恐慌 从斯蒂德的疯狂行动到小报对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斯生活的窥探 这些都提醒我们 新闻报道需要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新闻贩子 由Reaction出版 售价20英镑 要以16.99英镑订购您的副本 请致电0808 196 6794或访问 电讯报 书店 这篇文章通过一段段生动的叙述 展现了小报诞生和发展的历程 同时也引发了对媒体自由与责任的思考 从哈姆斯沃斯的未来报纸理念 道斯蒂德的疯狂行动 再到现代媒体的操弄与腐败 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 丑闻与轰动的新闻世界 进行背景介绍 《每日邮报》的创办者 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 是英国小报新闻的先驱 他透过将大报对折 并要求记者提交不超过250字的文章 创造了一个更小的格式 并以更吸引人的内容来吸引读者 小报 这个词最初在医学界 用来指压缩的药片 但哈姆斯沃斯宣称 他的压缩或小报新闻系统 能够节省时间 尽管这个说法可能有些牵强 但这种新闻形式逐渐获得认可 哈姆斯沃斯的成功并非孤立 例如W.T.斯蒂德担任 帕尔玛尔公报编辑期间 已刊登一篇16岁女孩 愿意卖掉自己真操的采访 而被监禁 引发了公众对报纸和新闻人的广泛关注 斯蒂德的案件吸引了大量读者 不仅对帕尔玛尔公报 还包括《每日电讯报》 后者用了超过54000字来报道出审 并用了超过10万字来报道随后的审判 这一事件显示了小报新闻 对丑闻和戏剧性事件的偏爱 这种风格在之后的报业发展中 被广泛模仿 哈姆斯沃斯和斯蒂德的 成功标志着小报新闻的崛起 而《每日电讯报》 自1876年以来的成为 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也反映了这一点 插图警察新闻 逐渐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廉价小说 并在1888年报道了白教堂谋杀案 这类报纸逐渐被公众接受 并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媒体 特里·科比在他的《新闻贩子》一书中 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小报新闻历史 进行了描述 并提到新闻人如何利用丑闻和轰动 来吸引大众读者 科比认为 这种新闻风格 促进并掩盖了社会中的腐败行为 并提出了媒体在社会中的责任问题 然而 也有观点指出 媒体在揭露腐败和丑闻方面 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议员费用丑闻 到撤销电话线的腐败行为 都是由媒体揭露的 这显示了 媒体在维持社会透明度 和公正性方面的作用 总结来说 英国小报的诞生和发展 充满了戏剧性和丑闻 并且在吸引读者 揭露丑闻 和促进社会变革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过程中 不仅展示了 小报新闻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也引发了对媒体责任 和道德的广泛讨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小报的诞生 小报 自1901年起已成为 新闻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创办者阿尔弗雷德 哈姆斯沃斯部 仅是报业的先驱 更是一位天才的商人 通过压缩新闻和引人入胜的内容 吸引了大批读者 这不仅仅仅是新闻的进步 更是大众媒体的一场革命 哎呦楚天书 你这么夸小报 我看你是想成为下一个哈姆斯沃斯吧 小报不过是打着新闻的旗号 实际上在贩卖丑闻 很轰动效应 WT斯蒂德 因为绑架女孩而入狱 这难道是新闻的进步 我看是人性的堕落吧 谢奇奇 你这魔说可就有点偏激了 小报虽然有丑闻 但也有揭露腐败的重要功能 从议员费用丑闻 到撤销电话线的腐败行为 都是由这些小报揭露出来的 难道你要说这是负面的吗 唉 楚天书 揭露腐败的确重要 但这些小报往往在揭露腐败的同时 也不忘挖掘名人的隐私 甚至扭曲事实来搏眼球 你记得哈利王子 在奥普拉节目上讲的那些事吗 小报是媒体还是娱乐圈八卦 谢奇奇 哈姆斯沃斯的目的 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新闻 他的《未来报纸》概念确实成功了 《每日邮报》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这种创新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楚天书 创新是好事 但不能拿道德和真实性做交换 小报就像是媒体界的牛顿苹果 新眼球的确成功了 但也掉在地上变坏了 作为精将学院的新闻学高级讲师 特里科比可不会认同你的观点 他在新闻贩子中对小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认为他们促进并掩盖了腐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啊,英国小报的狂野诞生真是一段充满惊险刺激的历史 我们先来聊聊那个年轻有味的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 他在三十多岁时就已经负的流油 1896年创办了《每日邮报》 这位商业奇才受到了美国报业大亨普利策的邀请 去编辑《世界报》 这是一份在纽约大规模发行的报纸 被称为《未来的报纸》 哈姆斯沃斯的《脑洞大开》 创办了《达复读者》周刊 关注一些古怪有趣的话题 比如疯子如何写作 潜水员如何穿衣和一年只有87天等等 这些题材真是比现在的《脑洞大开》的小说还要有趣啊 哈姆斯沃斯的《未来报纸》里面是将大报对折 让记者提交不超过250字的文章 这种称为小报的新形式最初是医学界用来指压缩的药片 但哈姆斯沃斯将它应用在新闻上 他宣称这种压缩新闻系统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尽管这个说法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 但这种小格式和吸引人的内容逐渐赢得了读者的认可 在特里·科比的《新闻贩子》一书中 小报新闻历史被描绘得更加生动和戏剧化 科比讲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那些新闻界的怪物 比如W.T.斯蒂德 他因为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16岁女孩愿意卖掉自己真操的采访而被监禁 斯蒂德甚至为了提高法定同一年龄 从一个13岁的女孩手中买下了她并将她送到法国 这为母亲报警后 斯蒂德被捕并审判 这让报纸的销量直线上升 斯蒂德的故事真是比现代的电视剧还要戏剧化 科比指出 小报热衷于追求丑闻和轰动 这种追求帮助 每日电讯报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例如 1888年 插图警察新闻 报道白教堂谋杀案时 还附上了一系列雕刻场景 这些写新的头版新闻让报纸大卖 迪更思在 我们共同的朋友 一书中也提到这类报纸 让角色贝蒂西格登夫人说 我真的很喜欢报纸 可以看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爱看这些写新的报纸 在《新闻贩子》的最后部分 科比转变了叙述风格 开始探讨媒体在英国社会中的角色 他引用了被黑客攻击创始人布莱恩·卡斯卡特的观点 认为媒体不仅促进了腐败 还掩盖了腐败 莱维森调查是一次试图追究媒体责任的努力 但科比对此持怀疑态度 科比认为 即使媒体揭露了许多腐败行为 比如议员费用丑闻和撤销电话线等问题 但他们往往喜欢报道轰动性事件 比如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的隐私问题 这些报道如同现实版的肥皂剧 让人难以辩解他们的道德高度 总之 英国小报的诞生和发展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 从哈姆斯沃斯道斯蒂德 再到科比的分析 我们看到了新闻界的另一面 一个充满丑闻和轰动的世界 这种对丑闻的追求虽然吸引了大量读者 但也引发了对媒体道德和责任的深思 无论如何 这段历史无疑是新闻界最鲜活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